宋朝真是富啊 到王阳石变法的收入高达一亿一千万民 就是一亿一千万两百银嘛 江藏宇 他的民就是一贯钱什么这种概念 北宋真富 结果支出高达这么多 入不复出 经济增长了几倍 五倍 结果入不复出 所以你说北宋的穷是真穷吗 是因为什么呀 三种问题 经济衰退 没有 你从数字上看 经济在高速增长 起义频繁 从这个材料里边怎么样 看不出来 我记得我给大家讲王阳石变法背景 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北宋的阶级矛盾锐 所以农民起义频繁 但是从这个材料当中是看不出来的 你必须得从这个材料里看出问题来 贪污腐败 咱说实在了 北宋官员的贪污 两宋官员的贪污 真的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严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朝廷高薪养帘 他用不着贪污 宰相一年三百万人民币了 你打着滚花都花不完 你还贪污 你要他干嘛 他不是很严重 恰恰是哪些王朝 贪污很严重啊 明清啊 因为那官员的工资怎么样 太低了 县太爷 一年四十五两银子 亲王一年一百八十两 亲王一年一百八十两 所以到雍正爷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官员都贪污怎么办 雍正爷说了 你们别贪污了 发养联银 就是说你挣凤之外还有奖金 这个奖金就高了 县太爷一年大概两千多两 亲王一万三 一万三 但是问题是 中国古代的官员 好多开支都给他自个来 你比如说我要雇一个师爷 这个师爷 我雇的师爷相当于我的私人助理 这个钱国家是不给的 你得掏这个钱 所以他只能靠什么手段 贪污吗 只能靠贪污 明清的时候的官员贪污很厉害 朱元璋怎么治贪污啊 杀都不行 六十两白银以上 剥皮拾草 把你皮扒下来 填上草 给你做成标本 警戒下一代贪官 那个时候的县衙们 老百姓鸡骨和鸣鸢嘛 那骨都是贪官的皮做的 是吧 甚至县太爷坐的椅子上铺的皮 就是你上一任的人皮 是吧 你想想 你贪污不贪污 结果管用吗 不管用啊 他倒霉催的 他被剥了皮了 我别被逮着不就得了吗 一个人倒下去 千万个人站起来 证明你这种手段反贪污 有用吗 没用 所以你今天 说判他几年 枪毙了他 扒了皮都没不管用 你扑过这个 能管什么用吗 能管什么用吗